可惡,那一箱造成的傷竟然沒有辦法復原 老頭,我不會原料他的 以為三顏兩語就了化銷仇恨,太天真了 反正他狠樹難逃一死,就不知道他是遭私人襲襲而死 還是受內襲鄉中之苦而死呢 嘿嘿嘿,真想親眼瞧瞧 想瞧,你沒這個機會 你,你又是何人 一個你不需要知道明信之人 你只要知道,你會把命交到我手上 就足夠了 咦,我們是下一個人 可惡,方纏納的傷勢還沒有恢復 咦,你,你 咦,可惡 咦,可惡 我現在沒有救殺 你絕不過怎麼起 咦,但你,有救傷 而我,也不介意稱人之為 你浪殺無辜 草菁人命 正該趁早把你從這世上抹出 斷絕任何讓你再次唯有的可能 不論用 用的是何種手段 那你就在地獄的夜火中 懺悔自己的罪言吧 想不到 想不到 我捏你 也救不回嗎 師兄 你看唐商長是段霄烈的師兄 段霄烈緊握雙拳 目光如智 怒目瞪視著 早已無力再起的飛友 此刻的段霄烈 雖以手刃惡徒 但心中的懊悔 卻不見反正 那種人在早些到來 或許就能避免這最糟的情況 而飛友 承受了段霄烈的制裁 並不久矣 然而 這時他卻不知何故 相信唐商長對他說的話 如果能放下仇恨 現在還有回頭的機會 到來 不知容他 地域 部隊 也不知 此刻你 至少